欢迎来到中年频道。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。 杨阳新剧斗笠造型照曝光,与王楚然住同家酒店,两天一夜未出门。近日,知名男星杨阳登上了热搜,一是与王楚然一前一后进入酒店,二是他出演的新剧斗笠造型路透照曝光。 1991年,杨阳出生在上海市,毕业于中央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。2007年,她被导演李绍红选中,成为《红楼梦》中成年贾宝玉的扮演者。2009年,她拍摄了《红楼梦》。 2011年,她出演了青春励志偶像剧《青春旋律》和电影《建党伟业》。 2012年,她出演的战争剧《战争不相信眼泪》和影视剧《兵马勇》与《招财猫》。 2013年,她出演了古装历史情感剧《新落神》和江湖传奇抗战剧《终极征服》。 随后,又出演了青春言情剧《花开半夏》。 2014年,她出演了民国情感《花灯满城》。 2015年,她出演了电影《暴走神探》和古装武侠剧《少年四大名补》。 随后,又出演了苏友鹏的青春电影《佐尔河》和网络剧《盗墓笔记》。 接着,出演了青春偶像励志剧《旋风少女》。 2016年,她出演了都市爱情偶像剧《微微一笑很清晨》和爱情片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。 2017年,她出演了仙侠电影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。 2018年,她出演了武侠剧《舞动乾坤之英雄》初少年。 2019年,她出演了青春励志剧《全职高手》。 2020年,她出演了动作片集《先锋》。 2021年,她出演了都市爱情剧《你是我的荣耀》。 2022年,她出演了军旅剧《特战荣耀》和古装武侠言情剧《且是天下》。 2023年,她主演了电视剧《我的人间烟火》。 近日,她出演的《凡人修仙传》《斗笠造型路透照》曝光。 照片中的她,身穿白袍,戴着斗笠,如青丰明月般如雅俊朗。 照片中的她,身穿白色古装,戴着斗笠扮遮面,有种神秘朦胧的帅气。 照片中的她,身穿白色古装衣,戴着斗笠露出下半身,身形消瘦,少年感十足。 照片中的她,身穿白袍,戴着斗笠,双手环抱,洒脱随意,宛如大侠一般。 接着,又有八卦媒体爆出她,与女星王楚然住同一家酒店。 从爆出的视频可以看到,王楚然一身白衣,头戴棒球帽,身材纤细,妆容精致,一身运动衣,精神焕发,忙到晚上,才回到酒店。 随后,杨洋在助理的陪同下,进入了同一家酒店。 当时杨洋身穿休闲衣服,戴着帽子和口罩,打扮得十分低调,有一种不希望被路人认出的感觉。 这家酒店,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,周边繁华且便利,进入之后,仿佛与市隔绝,充满了宁静和私密。 酒店的环境非常优雅,装修也非常豪华,基本是一栋栋独立的别墅。 两天之后,王楚然身穿白色衣服,戴着白色帽子和黑色口罩,大步流星走出酒店,赶去开工。 在他离开四小时之后,杨洋从另一个门走出,当时的他身穿黑色衣服,戴着黑色口罩,小跑钻进车厢。 此视频曝光之后,不少网友认为两人在恋爱。 但是也有网友认为,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隐私,不要过度接触和尝试他们的行为,即便是两人在一起,也要等两人官宣,不信谣,不转谣。 也网友表示,我不是谁的粉丝,纯吃瓜路人。 但是俩人一起纳会画面,感觉很有夫妻香,如果是真的,他俩孩子颜值得多高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,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